蜀天蒜 来自于中国四川的正宗火锅 我们不仅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 更有令人垂涎的高档海鲜 价格优惠十分美味 地址就在3250 Midland Avenue 京中城内 电话416-609-8886 由多伦多警队警政华人顾问委员会 于今年6月底筹办的 华人警官替法筹款慈善活动 Cops and Community Charity Event 筹得善款近8000元 警政华人顾问委员会 于28日举办庆功宴 邀请活动赞助商 义工 及多个华人社团代表出席 警政华人顾问委员会共同主席 多伦多警队中区指挥官 高级警司干建活到场致辞 他感谢为慈善筹款奔走出力的各界人士 并宣布近8000元的善款 将帮助防癌基金会 齐辉会 华资处 圣约翰救伤队 明活社 康福心理健康中心 多华会 协群社区服务中心 多伦多亚裔社区爱滋病服务中心 等多个非盈利社团增加服务项目 提高服务质量 多伦多警队华人社区联络主任 陈楚彪曾于今年的活动中 亲自上阵 消法筹款 他表示今年超额完成筹款目标 实在是可喜可贺 明年将会再接再厉 警政华人顾问委员会 共同主席刘伟阳 万景市议员何胡锦等嘉宾 一同出席了庆功宴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认识了所有努力和优伤 的一群的党员 在军军上了一群的党员 这是警察和社区的党员 在一晚我们看到 一群的党员有自己的头部 在党员的党员 我们看到一些党员和党员 在中国的社区 这是一个美丽的党员 我们提供到8,000 并去到多数个服务公司 在多亚州的党员 去支持中国的党员 谢谢你 我期待在同一年看到 大家在同一个党员 今年我们已经是第三届 第四届 帮警政华人委员会 做这个Cup for Cancer的活动 我们主要是和警察一起合作 希望可以带多些信息给社区 希望那些年轻人 不要入了旗途 而希望他们走向正途 我们圣赞救商队 主要是服务社区 提供急救服务 还有在天灾或者紧急事故的时间 协助政府保持一个健康的加拿大社会 我们也欢迎其他年轻人参加我们的活动 如果有谁想参加我们的活动 或者知道更加多的资料 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在三个W.sja.ca 我是大都会广场的Judy 那我们这次会参加警察与社区的活动 是因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那现在世界上很多在受灾难的地区 很多受苦的人 那希望借由这次fundraise 一直以来的fundraise 可以support到这些受苦受难的人民们 还有现在很多环保 我们有很多环保妈妈是很有环保意识的 那旧的不用的东西都可以再重新利用 那很高兴这次能跟警察一起合作 谢谢 今次就这个 今天我们很高兴来多谢所有的社会人士 来他们尽力支持 是我们这个警民活动的筹款日 那我们就差不多就筹到有8000人 8000元 这8000元我们将会就给这个各地的社区 就做这个筹款活动 所以很多谢各位 今次就特别就在这个华人社区里面 有一个就是姓业汉救商队的会员的队员 他们全部都是年轻人 他们已经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有三四年 这些年轻人他所有的活力 和他们的义工的精神是很加的 他们就年年来参加我们这个筹款活动 我们旗飞会就今年已经超过第五年 是参加这个Cops and Community这个活动的了 而在我们两位身边的同事 在这位就是我们张姑娘 张姑娘就是我们旗飞会义工部的同事 而这位何姑娘就是我们旗飞会跳舞组义工的舞蹈老师 我们参加这个慈善的活动参加了很多年了 我们这个队主要是为港大的观众带来欢乐 希望以后我们更加的努力为这个慈善机构筹更加的款 让更多的人得到收益 多谢